文山區寺院里內核心路44項的提頂步道上 跨越景美溪附近就是新店名泉東街大平林捷運站 在地寺院里廖青銅里長就不斷建議師傅 可以在提頂步道上興建人形景觀路橋通往對岸 109、110、111、今年112年 市民歸、敵了4年 都沒有一個結果 所以難得柯市長在去年也是有主動說 這個項人最好,你任正當總統你來 大家停,要跟他臺灣看看 這個是他第一 但是他當場主事 主事那個黃沐市長,你要更新的事態勢 可能要忙著前幾 這樣也是有過 那我們希望趕快來做 因為有關這個案 這個案我們在去年的2月27號 這邊的市政座談 大家也有好幾位議員都一直在關心 另外第二點就是我們去年3月25號 也是在這裡有一個參議室預算 參議室預算我們試驗裡提出來興建這個警官路橋 那議會的長官還有委員都非常地同意 而且會後帶了幾位委員去現場看 那委員說這個可行啊 再來第三 事後還經過民眾的網路票選 我們還錄過第一名 這還不做現在是要等什麼時候 這個尤其是尤其是輪候網路投票最高票 然後雙北市的李明君坑請趕快來做 尤其尤其是新店的益龍城即將開幕 現在李明也一直在說 我希望說趕快趕快接觸接觸 因為我們說很多年 而且我們李明也說 這大概是政府的關係還是李政的關係 我李政我要進行進行進行 希望大家有最新的 里長提到多年來在里長座談和參與室預算都有此提案 但目前仍未興建 期盼這次提案能有所進展 蔣萬就承諾來做 8月16號跟17號分別在新北市 還有我們本市來辦理地方說明會 那如果說這個方案提出來 地方沒有太大的反對意見之後 我們到年底前會完成可行進程度 那明年就會開始進行設計 對我來講面對問題就解決問題 所以里長這個提案我覺得合理 所以我們一謝謝金工廠這邊 齊潔跟新北市 我們主動來聯繫 三次的討論會堪 今天確定我們就會來做 年底前就會完成可行進程度 接下來讓我們說明會 我想照著程序走 最快明年我們就可以啟動 所以跟里長講沒有問題我們來做 接下來就會有一個警官入橋 希望能夠造福地方的里民 這個警官入橋構想 直通新店民權東街 讓民眾可以走入橋通往捷運大平民站 也讓目前還沒有捷運站可使用的 市院里民交通更加通暢 生活範圍擴大而更便利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謝謝 倘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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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倡